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二十大開幕式宣讀了報告 總結了過去五年所謂的成就和闡述了未來的路線 堅持動態清零 強調反分裂 不再強調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 外媒認為 過去十年中共許多方面變得更加封閉而專制 習近平大約花了兩個小時重點宣讀長達72頁的政治報告 其中以中共病毒疫情 台灣及香港問題等最受關注 習近平強調堅持動態清零方針不變 不過在二十大會場內 中共病毒防疫政策卻明顯有差異 幾乎所有代表都戴口罩 而第一排座的主席團常委卻沒有戴上口罩 一家世界領先的視頻監控權威機構稱 四款中國大華監控攝像頭在其網站上的視頻分析顯示 具有識別種族 膚色 所謂新疆和西藏人面部的功能 大華對此共認不悔 雖然稱網頁內容早已過時 但不否認其為商用之外的需要提供服務 正是互聯網協議視頻市場在過去幾年內 對大華科技針對維吾爾人和藏人等民族 進行民族識別定制監控設備的第三次調查 大華的四款攝像頭在線手冊上說 他們全部支持對七個屬性和五個表情的識別 七個屬性包括性別 年齡 眼鏡 表情 口罩 人種 鬍子 對所謂新疆和西藏人的識別需要定制支持 五個表情是生氣 平靜 高興 悲傷 失禁等 2019年10月 美國政府以對所謂新疆侵犯和踐踏人權為由 對大華進行了制裁 中共二十大開幕的同一天 英國曼切斯特中共領事館外由港人舉行了抗議 中共領事館人員走出門外破壞標語 並把示威者強行拉進領事館進行了毆打 後來被英國警察救出 中共政狼外交的隱瞞暴行再次讓國際社會震驚 六十多名香港人在英國曼切斯特中共領事館外舉行了和平集會 反對習近平連任 他們擺出天滅中共的黑色標語和諷刺習近平的畫像 新任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在推特上表示 需要對此事件進行緊急調查 他說 不能接受中國共產黨把他們襲擊示威者和打壓言論自由的做法引入到英國街頭 英國政府應該傳喚中共大使 如果任何中方人員襲擊了示威者 他們必須被控告或驅逐出境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英國國防部表示 約有三十多名英國退役軍事飛行員被重金引誘前往中國 將自己的專業知識傳授給中國人民解放軍 替中國培訓軍人 這些飛行員擁有駕駛高速戰機和直升機的經驗 來自不同的軍種 能傳授知識 因此非常有吸引力 中共需要經驗豐富的西方國家飛行員才能幫助中國空軍發展戰術和能力 英國正式發布情報警示 警告退役軍事飛行員不要效力於中國軍方 西方國家官員說 企圖招募飛行員的行動還在進行 近期更是變本加厲 擺在他們眼前的各種好處非常有利可圖 金錢是很重要的驅動因素 這些人是透過中介被招募的 相關的活動與一家位於南非的飛行學院有關 英國國防部發言人說 我們正果斷採取措施 阻止中國意圖招募現役和退役英國武裝部隊飛行員前往中共培訓軍人的計劃 所有現役和退役人員都已受政府機密法的約束 而新的國家安全法案將提供更多的工具來處理當代的安全挑戰 中共集中Com påCemant Culture 警告 精緩